大家好 最近有人在網上上載這條影片 影片中的駕駛者在皇后大宇宙轉來摩尼神山道 他想投訴這輛的士 說他走錯線 能夠接觸到他 但其實很多人在影片下留言 說這輛私家車是不適合 才能夠接觸到他 走錯線 我們可以一起分析一下這件事 剛才的位置 其實一般情況 會這樣走 左邊的第一條線 會轉入右邊的第二條線 左邊的第二條線 會轉入右邊的第一條線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可以看這裏 皇后大宇宙轉去摩尼神山道 如果本身要轉去摩尼神山道 既然可以靠左邊的路面 不需要停任何燈位 走這條路 不需要停任何燈位 已經可以轉出摩尼神山道 而繼而去到禮頓道或其他路面的路面 如果有甚麼車會在這個路口轉左邊 其實基本上都是上橋的 所以大家約定續整個習慣 左一線就是轉上橋的左線 左二線就是轉上橋的右線 情況呢? 情況就像這張圖一樣 左一線轉上橋的左線 右一線轉上橋的右線 但片中的情況就是甚麼呢? 的士就走回一般情況時會做的事 就是左一線轉上橋的左線 但這輛私家車就在左二線 竟然轉到右二線 就是跟一般駕駛者認知的情況 或者大家一般的使用習慣有所不同 我只能說是使用習慣 未必是法律上是對的 那片中這位人士也有機會是對的 我也不太肯定的 因為他沒有一條地線 在這個轉彎位 兩條線轉到四條線 其實是有一點灰色的地帶 所以片中這位人士 一般經過這位駕駛者 不會預計會有的路線 所以就令到出現這個情況 令到的士就能夠接觸到他 他又覺得的士不適合 那就是有一點爭議 其實我是有一個建議的 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畫這條地線 限制了右邊線 只能轉上最右邊線 這個位置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其實就發生的機率都不高 因為真的真的正常 如果你要去魔力神山 你要去體育 你要去禮頓 你一早都已經靠左去避開這個燈位 那麼好少好少可 會有車是走到盡 走到來這個路口 然後才轉左去魔力神山 但是當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些駕駛規則上的問題 或者是爭議 如果能夠畫一條地線 那就清晰一點 或者在地上寫 或者是用一些方法 或者是這個位置不可以轉到魔力神山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或者是寫回他的目的地 在地上 那就可以令到 例如地上寫回九龍 限制了一定上橋 可以清晰一點 片中這位人士可能都不太熟路 走到這個位置就轉左去魔力神山 導致發生了這樣的情況 希望下次走錯了 不要第一時間覺得人不適合 自己做一下功課 或者再走多幾次看看什麼情況 最好最好的就是 因為一早就看那條路線 認清這條路 那你就一早靠左走這條路 小路轉入魔力神山路 那就不會有爭議了 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有什麼看法 對於這個路口 這次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